人治 顾名思义就是将人变成猪的一种刑法 但是古代人又不是真的能修仙懂法术 怎么能把人变成猪呢 其实所谓的变成猪只是一种形容 我们都知道猪不能言语 听不懂人话 又非常懒不喜欢动 而且养猪的地方都肮脏不堪 那么只要让人也拥有猪的这些特性就可以了 所以人治之行就是要将人的四肢砍下来 使其不能行动 再挖住他的眼睛让他不能失误 把铜浆灌进这个人的耳朵让他失聪 再拔下他的舌头灌下使人质雅的毒药 让他没办法发出声音 再剃光他的头发 眉毛 割下他的鼻子 装进罐子放到厕所里 这样就和猪很相似了 这样残酷的刑法听到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那么到底是谁发明了这种刑法呢 第一个被施以此行的又是什么人呢 欺负人 发明人治这个残酷刑罚的是西汉的吕后 也就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 吕智嫁给刘邦属于下家 刘邦年长到15岁 还有一个私生子 但早年的吕智十分贤惠 对待刘邦的私生子也从未有过苛代 可能那个时候的吕智也不会想到 将来有一日自己会想出如此残酷的刑罚去对付一个人 一切都要从刘邦与项羽的鹏城之战说起 鹏城之战 刘邦大败于项羽 吕智等一众刘邦家属被项羽俘虏 直到两年后楚汉一和 吕智才被放回去 但当他回到刘邦的身边 却发现刘邦身侧早已有家人相伴 这个人就是妻夫人 倘若妻夫人所图谋的仅仅是刘邦的宠爱 那么吕智也不会恨妻夫人 恨到要用这种刑罚对付她 妻夫人与刘邦育有一子 名叫如意 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出来 刘邦对于这个儿子是极其喜爱的 因为刘邦觉得如意很像年轻的他 但相反他与吕智的儿子刘盈 被他认为过于软弱 并不像他 再加上七夫人整日给他吹耳边风 让他改立如意为太子 刘邦也就动了废太子的心思 但刘邦的这个想法 被当时的朝中重臣集体反对 因而作罢 但此举却遭来了吕智的怨恨 或许对于七夫人受宠这件事 吕智无所谓 七夫人整日在他面前炫耀也无所谓 但七夫人竟然想夺取刘盈的太子之位 这触碰到了吕智的底线 他陪刘邦白手起家 可不是为了让别的女人坐享其成的 因此吕后开始了他的行动 一方面 吕后积极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才能 当时刘邦常住于洛阳 而吕后则镇守于长安 在吕后的强制统治下 功臣们都治理得服服帖帖 同时 吕后还尽显狠辣手段 先后杀死了韩信和彭越 向刘邦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即我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而不是像七夫人一样 只是一个花瓶 另一方面 吕后到处拉拢能够帮助自己的政治势力 并拉来张良作为自己的盟友 在张良献祭下 吕后又帮刘盈找来了隐居已久的商山四号 商山四号的出现 让曾经执意废处的刘邦明白 吕后和太子的势力 已经到了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程度 如果执意废掉太子 汉帝国的根基都可能完全崩溃 由此 刘邦打消了废处太子的打算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 吕后一开始并不想杀死七夫人 根据资质通鉴记载 高祖崩 惠帝立 吕后为皇太后 乃令涌向求七夫人 昆前 医者医 另冲 也就是说 吕后只是将七夫人当作犯人压了起来 剃掉她的头发 穿上犯人的者衣 并指使她每天冲米 说白了 吕后一开始只是想羞辱她而已 但七夫人早年得志 受尽了刘邦的宠爱和浇灌 哪懂得什么韬光养晦呀 因此 她一边聪明 一边唱道 子为王 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长于死为武 相隔三千里 当时谁告辱 当时 刘如意正在赵国当王 而刘邦将耿直忠诚的周昌派去给他当国相 吕后 屡次招刘如意入朝 都被周昌顶了回来 等到刘如意长大 有了赵国为依托 吕后未必敢拿七夫人怎么样 然而七夫人却偏偏作死地唱道 儿子当王 母亲却当犯人 日夜都在充迷 母子相隔三千里 谁能告诉你为娘的苦啊 如果七夫人是合格的政治人物 最需要做的就是谨言慎行 保护自己的儿子 儿子不死 自己就无恙 但是七夫人的哥 一下子惊醒了吕后 触破了他最后的底线 最终吕后不顾一切地掉离了周昌 并将刘如意招入朝中 刘邦临终前或许曾嘱咐刘盈 让他保护自己的弟弟 而善良的刘盈也确实这么做了 刘如意进入长安后 他日夜和弟弟待在一起 但是摆密一书 吕后最终还是找到一个机会 毒死了刘如意 刘如意死后 七夫人再无保护 吕志下令将七夫人做成了人质 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刑罚 因此被发明了出来 被他的发明者吕后 用在了他的情敌兼政敌身上 此后这一刑罚再次诸于史册 就是在近一千年之后 中国历史上 另一个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的女人 在自己的情敌身上 启用了这一刑罚 武则天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第二个使用人质之行的人 而他施行的对象 是李治的王皇后和萧淑妃 李世民去世后 武则天被拉到改叶寺做了尼姑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他将一辈子老死在这里 可是老天没有埋没武则天 在李治到改叶寺祭拜的时候 再次见到了武则天 并将其二次带入了宫内 武则天能入宫 并非全是因为武则天和李治的私人情感 另一方面还在于王皇后的帮助 当时王皇后生不出孩子 而萧淑妃罪得皇帝宠爱 为了争宠 王皇后把武则天也拉了进来 目的则是帮助他打击萧淑妃 正是因为萧淑妃和王皇后的仇恨 武则天才得以第二次入宫 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奉承王皇后 想方设法得到李治的宠爱 等到时机成熟 王皇后 萧淑妃 就成了武则天报复的绊脚石 王皇后 萧淑妃被打倒 这是武则天必须要做的 至于萧淑妃的死法 那就全在武则天的一念之间了 在被杀之前 想必最后悔的还不是萧淑妃 而是王皇后 正是她的引狼入室 才导致了自己这样的下场 萧淑妃 王皇后的惨死 李治也是有部分责任的 正是因为李治的一次无心之举 害死了萧淑妃和王皇后 王皇后曾是皇后 萧淑妃曾经得宠 李治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不可能将之全部抛之脑后 一次 李治回想起曾经的岁月 就想去看看王皇后和萧淑妃 而当时 这两位已经被武则天囚禁起来了 别院中墙壁都被封死了 只有一个送饭的小口 每天有侍从 通过这个小口给两人送饭 李治就从小口呼唤道 皇后 萧妃 还在吗 王皇后回道 妾等已沦为关闭 不敢有此尊称 皇帝如果心念过往 让妾再见天日 希望将此愿改为回心愿 李治见到萧淑妃 王皇后的惨象 心中波澜又起 如果萧淑妃 王皇后被放出来 那么对武则天 就是另一个巨大的威胁 在萧淑妃被囚禁的时候 对武则天是恨之入骨 于是大声诅咒 让武则天变成老鼠 而让他变成花猫 生生世世 勒住老鼠的喉咙 武则天是古人 对鬼神一说 也是深信不疑的 他畏惧萧淑妃的诅咒 于是要求宫中 尽持养猫 萧淑妃的这几句骂街 也揭开了死亡的序幕 萧淑妃彻底激怒了武则天 随之而来的 就是惨遭毒手 历史上有记载的 是以人质之行的 就是这三个人 无独有偶 施行者都是女性 受刑者也都是女性 还都是发生在情敌之间 不过呀 虽然吕后和武则天的 这种行为很残忍 但是倘若在争斗中 失败的是他们 谁又知道 会是什么下场呢